Hello 你好 我是康祺 这个时候你才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护肤品电商平台3Bs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我国2021年的电商市场增幅达到23.1% 总值超过8000亿令吉 不过相信是因为我国的这个冠病疫情 已经过渡到了地方性疾病的阶段了 所以德国市场与消费者数据公司Statista 他们就预估2022年在地电商市场的收入 可能会报100亿美元左右 意思就是会下滑到大约4000万令吉 虽然这个市场的规模我们可以看到是有缩小了 但是Statista还是认为说 马来西亚的电商市场2022年到2025年的 复合年增长率CAGR 可能还是会超过18%的 那么在三两年前 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商平台能够架设线上购物的渠道 是已经很了不起了 让这个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够进行这一波采买 但是这个潮流在兴起了之后 现在的电商平台除了有电子商务的板块 其实还提供很多增值的服务 你才可以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跟其他的竞争者 或者你的对家去做竞争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3Biz的联合创办人间 营运总监宋哲明来为我们讲一讲 作为一家护肤品电商平台 他们是提供了怎样的增值服务 才能够提升自己家的这个平台的竞争力 我们来欢迎班哲明 宋哲明 欢迎你 大家好 哲明我们首先来问一下好了 就是3Biz这个名字 其实它就是英文名三个B的意思 其实是不是有一些创意在里头啊 对对对 3Biz一开始其实我们是想代表三个B 就是Buff Beauty 跟Body 可是我们开始后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就变成Trips Trips 所以我们最后也习惯读成Trips 因为现在这样子读起来也比较顺 可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把我们称为3Biz 我们也OK 因为一开始就是要用这个三个B来代表我们的名字 那还好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我念错了名字 所以是3Biz或者是3Biz都可以 对对对 OK 因为我们其实有同事 他一开始就念Trips 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错了 我要更正你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两个都可以 对对对两个都可以 好那其实在我国马来西亚 比较抱歉的是我们其实有一家比较深耕多年的这个护肤品 或者是这个保养品的专卖平台叫做Hermon 那么其实3Biz是用他的这个概念在做另外一个新的平台吗 还是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我们最主要的区别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同 我们相信你在网上购买的时候 也可以在实体店购买的经验是一样或者更好 然后一样方便还是一样舒服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offline shopping experience带进online shopping 我们其实在开始Trips的时候 看到很多这些店商都在打价格战 可是在顾客方面却会有很多缺弱 所以其实虽然说这个价廉物美是顾客服务的重点 可是我们想给这个顾客不只是带给他们便宜的产品 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顾客能够买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所以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到说 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比在实体店买东西的时候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其实买到很多东西最后都没有用到 然后最后就丢掉了 对 怀疑我们叫剁手 就是永远都要剁手 都想自己买太多 但是每一次打开还是会继续的狂买 对对 所以我们要顾客买到四行的东西 不只是说卖给他们最便宜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区别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行业 也是在这个industry的类似的行业 所以我们的总经理Eohan过去的时候多年和Watson合作 在亚洲四个国家 从事他们公司的这个digital transformation 然后我也是跟Loreal合作了多年 所以我们的背景跟经验其实让我们了解到顾客在这些保健和护物品的需求 然后过去跟这些公司合作过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难处 如果我们去深入去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可以去explore还是去expand的地方 当然你们的这个经验对于比如说怎么去经营这个消费者的层面 或者是你一定会在这个领域有相关的经验 可是讲竞争力的部分 其实在商品的独家性来讲 Hermal其实算是有比较多独家的商品 相对而言3Bs好像在你们的平台上面比较多的都是 其实不管在哪里都买得到的 那其实你要怎么去跟这个Hermal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护物品的这个线上门店 他们自己家的这个官网去做竞争和区隔呢 对我们去别其实也是要create一个community 经营一个社群是你们的目标 对了解 那其实经营社群讲到这个部分的话 首先就是要做推广吧 是吗 所以你首先要有很多人来买 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去看哪一个是比较热门的 或者是哪一个群体会是比较青睐你的品牌的 所以在推广的部分 因为今天来到现场的Benjamin 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长相 然后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这个创业家 你会不会也因为是在所谓的社交媒体年代长大的孩子 所以对于这个像KOL 意见领袖或者是网红 就觉得说对于推广的部分 对于这个品牌的经营和宣传的层面 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你有在这个部分有一些琢磨吗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最近也是在TikTok上跟KOL合作 推销这些产品 然后在这个时代KOL当然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followers 然后他们influence这些followers也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KOL红 然后现在直播也是越来越红了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跟Touch and Go一起合作 做一个直播 推销我们的产品 了解 讲到宣传的部分 你们好像在除了就是比较主流的 像我刚才提到社交媒体 或者是比较年轻有为的Benjamin 会找到KOL 或者是在TikTok上面 或者在Touch and Go方面有合作 那么是不是在你组建社群的时候 也有其他的一些策略是别人家没有的 我们也是有一个我们叫做Beauty Spellbook 所以这个Beauty Spellbook是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顾客 分享资料关于护护品还是等等的 这些产品的细节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让顾客 有没有给他们进一步的帮助 所以我们除了这些Beauty Spellbook 我们也会通过这些我们的customer service 然后我们也是有跟一个dermatologist合作 所以他们有什么问题 他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都可以马上帮他们 address他们的problem 然后对我们来讲 那个delivery speed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其实现在大约80%的订单 都会在24小时内 送达到顾客的手中 然后我们也会越来越改进这个 然后我们希望在今年底可以提供到same day delivery 就是说我从比如说购买之前 我有一个咨询的环节 我咨询了我下单 然后到我拿到货 其实还是可以在同一天里面发生这一整套流程 对所以我们是在希望在今年底 可以achieve到这个delivery speed 可是讲真的我去浏览你们的这个平台的时候 虽然你们是有所谓的咨询服务 但是我也只看到beauty spellbook 这个比较像网络上的blog的一个页面 好像你们的这个咨询服务没有太显眼 而且有可能有一些消费者 他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有隐形收费的这个部分 那你会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呢 到目前为止对我们来讲还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很多顾客都有这个信任 都信任我们了 然后他们愿意跟我们联系 寻求了解 还是找一些recommendation of products 但我们的这个customer base 还是这个community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也是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服务 所以in the future 这个是我们也要做的比较显眼的东西 就是在页面的设计上面有一些调整 对了解 回到这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竞争好了 因为刚才Benjamin其实有提到 就是你有发现到电商平台很多时候 都是在做比如说有价格战的部分 有销价的部分 那优惠力度当然肯定是一定要有的啦 或者是有一些奖业的机制rewards 是一定要有的 那就算你不要有一些比较负面的 或者比较不健康的价格战 那你是不是也会在这个优惠的力度 和讲业的机制方面有一些努力呢 嗯对 我们虽然不打那些价格战 可是对我们来讲 客户是我们的第一个要父 所以电商其实是有很多优点或缺点的 例如说在电商买的时候 客户是不能触摸到 还是感受到这些产品 对啊 嗯所以我们其实是相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客户 通过我们在线的服务 分享重要的产品的咨询 也很诚恳的去帮这些客户 给他们建议 然后对他们 给他们这些信任 然后跟他们build这些relationship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 就是用这个方法去retain这些customer 然后给他们trust in us 然后用这个extra additional的service 来继续跟我们购买 嗯 然后我们也相信说 在这个时代 me share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啊 大家都很喜欢美的东西 好看的东西 但是实用还是最重要的吧 所以像刚才Benjamin你有提到 就是所谓的延伸的服务 就是刚才讲的加分像beauty spellable 那其实这是一个怎么样运作的模式呢 其实你是会用 比如说现在的whatsapp 或者是messenger 这种聊天的app 或者是聊天的网站 然后就这样子做对接 还是你会有专人来先跟你做 比如说视讯的这个通话 然后了解你的肤质什么的 其实你是怎么做到说 除了当然我们要好看 但是也确保说 买到的产品是实用的 同时也是适用于你自己的 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们其实是跟客户聊天的时候 他们message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先了解他们的 things like 他们的skin condition 他们有什么问题 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我们也是会跟他们request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信任我们的话 你可以发给我们一些 你的皮肤的照片 让我们看一看是什么问题 用了这个后 如果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话 我们就会跟他建议产品 如果有时候真的是太严重的话 我们就会recommend他去 我们partner的这些 dermatologist去看 需要什么产品 可能是比较medical的产品 我们卖不到的 对所以我们过后 也是会create一个algorithm 来给他们自己拍自己的脸 然后那个machine learning 就会自己detect到说 他是什么的skin condition 然后他有什么问题 然后用那个来recommend 他们一些的产品 那其实在这个选品的部分 就是产品的部分 你们是像你刚才有提到 你有专门合作的这个 专业的团队跟对象 那你自己的团队本身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人员 他们是对肌肤比较了解的 或者对于产品本身 是有一定的研究的 去帮助你们说 去选择适当的产品 摆到你们的平台上面 我们其实也是会通过 很多数据的分岔 我们用很多tools来 帮我们understand说 现在有什么产品最红 然后我们会用这些data来看说 这些产品是不是 现在在uptrend还是在 downtrend 然后现在的search volume有多少 然后找说怎么去提供这些产品 给我们的顾客 然后同时间我们也是 在我们的网上 也是用很多machine learning 来了解说 这些客户买的时候 他们是有什么品牌 跟什么品牌 或什么产品配什么产品 然后用了这个后 我们可以再推荐 类似的产品给这些顾客 然后我们最近也是提供了 一个新的功能 让顾客可以在我们网上 如果他在找某某一个品牌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的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网上 推荐这些品牌给我们 然后你们就会去帮他们搜罗 这样子 了解 其实这个还是回归到 比如说是哪一个品牌 或者是哪一项产品 比较受欢迎 然后你讲的就是 这个社群的经营 community building 那么讲回你的这个产品方面 好像你们最近又有推出了一些 跟护肤比较没有关系的 它是给母婴的 就是有小baby跟妈妈可以用的 还有就是宠物的部分 那这样的产品 先就是有这样的拓张 你难道不会担心说 你在社群经营方面 你的这个买家的族群 太多太散 你就很难去经营一个比较 相对针对性的这个社群了吗 我们这个挑战是一定会有的 可是就像刚才讲 这个beauty spellbook 只是我们的first step 来create这个community building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 不同不同的categories 也是会继续的更新这些资料 或者讯息给顾客 那具体是怎么样去建立这个社群呢 是很多的这个商家 他可能会有所谓的脸书的群组 Facebook group 或者甚至是Telegram 或者是WhatsApp 那你们会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对我们会用Telegram 因为我们也了解了我们的顾客的 things like skin condition 他们的needs 然后过后可能是有银额产品 或者宠物产品 我们也会了解一下 他们可能有的宠物是什么种宠物 所以我们不只会把他们全部拉进一个群组 我们也会create很多不同的segment 来给有类似关系的人在同一个群组 然后给他们互相帮忙 互相分享经验 这样子我们也觉得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experience 不只是一大堆人在那个群组 然后全部聊着不同的东西 然后也找不到自己的relevant的information 了解 讲一讲供应链的部分吧 因为其实我在看资料的时候 有读到说 Benjamin你的着重的聚焦的点 是供应链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在疫情大封锁期间 其实供应链是面对很大的挑战 在比如说运输物流的部分 首先就已经卡关了 现在就算是各国的市场都已经说 我们有重开国门 然后有一些地方像马来西亚一样 把这个流行病已经重新的定义 成为地方性疾病这样子 可能你对于这个供应链的巩固来说 你是有了一定的经验的 可是未来很难说会有另外的一波疫情 另外的一波什么意外 然后我们又要封锁 那再加上护肤品其实它是有保质期的 有 expiry date 那你要怎么去应对说 供应链未来是可以持续的 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我们其实跟我们的supplier 还有跟我们的logistic partners 都合作得很亲切 然后就可以从他们那边了解一下 现在市场的情况 现在市场的状况 通过这样做我们也可以estimate说 OK如果现在的delivery lead time是一个月 比起之前的可能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会用这些data来inform我们的decision说 OK so现在我们一定要先restock 要够一个月 不然我们等到下一批货来的时候 就不够就卖完了 所以我们internally也是用了很多data来了解说 这个product卖的多快卖的多慢 然后用这些data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需要restock多少 还是不需要restock多少 所以我们是其实用了很多external 跟internal data来inform我们的decision 了解 最后的话我是蛮好奇的 就是你自己作为电商平台 其实开门店商有访过不少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电商的卖家 他们都会有同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可能我们就拓展商品的种类好了 那未来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商品可以卖 但是你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吗 还是因为我有观察到 3B是有合作的一些专业的团队 然后你底下也有一些 像刚才提到选品的部分 你是有相关的人员去做研究的 那你是有这个资源的 是不是未来你会开发自己的这个商品 而不是去拓展外面的对接商品的种类 对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3B的时候 其实是要先开发我们自己 属于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品牌 不过过后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先start这个3B 然后先understand the market 因为那时候也是刚开始 这个疫情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estimate 说明年会开发自己的品牌 然后就请大家多多期待 对多多期待 然后到时候一定要来支持我们 是好 我本来还以为你会有什么小道消息 要透露给我们知道 好无论如何 我们就多多的期待3B未来的发展 因为其实3B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平台 还在稳健的成长当中 所以就希望未来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一个平台 去选择我们自己适合的这个护肤的产品 尤其是在3B还有一些 在购买之前我们可以有咨询相关的服务 今天非常谢谢3B的联合创办人兼营运总监 Benjamin宋哲明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开门建商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周二至周四每天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以及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